大家好,现在是2022年的3月14号早上,现在9点半,在纽约黄后区华盛社区法拉盛的街头,有一位老人家在图书馆门口,靠缅街的这一侧的图书馆门口跌倒了,拍给大家看一下。 一个老人跌倒了,地下有很多血,救护人员来了。 我每天都是这里,还有就是这里,这里,哎呦,你应该把这个路修一下,是,一定要这个地方要修,我中国人这么多人,没有人去投诉,为什么都是老人家,我好痛心,真的,嗯,嗯,你有没有凳子,有没有凳子,你大姐很好,叫消防人员,给老人家, 老人家,我们家都很多个老人,而且他们没有说的时候,我就说,阿叔啊,你要小心啊,你要小心啊,这里不,千万不要从这里走吧,对对对对,我们家很多老人,我爸都100多岁,我实时提醒他懂了,哎呀,你看大叔摔的事,这个是正月初二的时候,一位老人家摔倒,眼睛都摔破了,眼睛现在还留在这里,大姐给我看了, 应该还在等救护车来 消防队员也是很好 给大叔拿了纸巾擦鼻血 然后又给大叔找了凳子让他坐 消防队员还是挺好的 给他们点个赞 就是大叔摔倒的这个地点 我在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也摔倒过一次 当时疫情很严重 两个墨西哥人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过来把我扶起来 当时也是很感动的 好 现在救护车来了 准备把大叔送去医院了 好 救护人员来了 大叔可以上救护车了 你一定要告证 你多少岁了 大叔 你的身份证呢 大叔 ID 证件 你的证件 拿给消防队员看一下 大叔 他说警察问 警察问你要不要去医院 去不去医院 去医院吧 去 必须去医院 到医院里面去 一定要去大叔 好 现在大叔送去医院了 大叔 大叔83岁 你看这一摔真的 走路走这要小心 你看地下很多坑 很多群众也在这拍照 提醒大家小心 就是对比一下嘛 对 对比一下 在中国的话 人家跌在那里没有人踩 这里你看 好心的人 我上次被他们撞了 跑掉了 你想想看 他们在中国就是这样的 跑了 被他们睡倒了 这个好心大姐说 如果他摆摊的时候把这个车放过来 把这个不平的地方遮住的话 老人家今天就不会摔 恰好他今天把车没有放在这里 对 他也很好心 这位大姐 他是专门把车放在这 就是防止大家摔倒 大叔去医院了 希望大叔没有大事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互相提个醒 就是在这个缅街图书馆这一侧 走路的时候小心地上很多梯砍 防止大家下次任何人再次摔倒 谢谢大家